如果你是做大腸鏡點查 我們最主要是清除大腸 如果少一些大便或污垂 我們看得更清楚 如果有很多大便 有時阻礙大腸鏡 有時某些地方我們看不清楚 可能會錯過或看不到食慾 所以病人之前兩天有事要做 兩天前,剛才我們說過要戒口 因為之前一晚要喝的瀉水 要將大便全部剝出來 所以大便一定要容易剝出來 所以兩天前,就要等它不可以吃纖維食物 只可以吃碳水化合物 即是白粥、白飯、麵、白麵包 所有纖維食物都不可以 糙米、蔬菜、蔬果都不可以 剛才說過碳水化合物之餘 例如可以吃少許魚和肉 要搶前一天,就完全是流質 由早到晚都是流質 清流質 不是一個南瓜攪碎 去當作流質 那些就不是流質 叫做清流質 即是看得清 裡面一定不可以有任何纖維 傍晚時份大約6時 醫生就會開些泄水給你喝 喝泄水後,通常排便六、七次 排出來就好像尿液般清 去到午夜後便要按飲 翌日起床後,水也不要喝 便到醫院 便準備照腸 照完腸後便可以進食 盡量要戒口 如果你戒得不好,便會更加辛苦 如果你戒得好 例如你盡量吃少一點 便不要吃那麼多 前兩天 少一點進食,盡量戒得清 盡量流質 你喝泄水的效果便會好很多 自己反而沒有那麼辛苦 現在我們照腸 就因為好像跟趙偉一樣 因為我們好像 你幻想一下 我們放一支鏡進氣球裡面 如果氣球沒有氣 基本上我們甚麼都看不到 因為電梯炸了 蓋著眼睛甚麼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要打仗氣球 然後才可以看到它的壁裡面 有沒有問題 就算有少許摺痕都不好 所以基本上要打仗 我用甚麼打仗 就是用氣體來打仗 充滿充氣 以前我們用空氣來充氣 照鏡後 病人吸收不回空氣 有很多氣在腸或圍堵 反氣出來或放屁 爬氣出來才舒服 現在我們用二氧化碳 吸入大陸 因為二氧化碳很快會溶在液體裡面 所以它很快就會被血吸收 九成 這樣就會在呼氣時 爬上二氧化碳出來 所以做完腸鏡後 如果用二氧化碳來泵漲 就很快腳踏不會漲 因為氣體被膝蓋吸收 它就不會有肚腸骨骨骨的感覺 病人會比較舒服 照腸鏡 我們基本上由肛門放腸鏡進去 經過左腸去右腸 我們可能會進入小腸去看一看 但這支鏡不是用來做小腸 進入小腸裡面 看清楚小腸有什麼情況 而且小腸是動來動去的 大腸因為兩邊是貼著身體背脊 所以大腸焦比較容易 還有大部份病 其實九成都是大腸裡面 小腸很少有什麼問題 不是沒有大 比較少很多 所以大腸鏡比較重要 大腸鏡基本上由肛門直腸 穴腸 左腸 環節腸 還有有腸 就是照射成大腸 最主要看有沒有蜥肉 有蜥肉我們是直腸切除 不同無謂的蜥肉 我們是獨立去發炎的 因為萬一有蜥肉 是知道有癌症 我們就知道在哪裡來的 所以肺炎就割了腸 所以食物不可以混在一起 另外如果見到不正常的細胞 或者發炎的情況 我們都會用一些組織發炎 有時偶爾我們都會留大便來發炎 看看有沒有菌 有沒有寄生蟲 大腸鏡檢查就是這樣 做完大腸之後 病人的麻醉藥就會停 到時病人很快就醒來 大腸就由這裏入去到裏面 看清楚整條大腸 大約過程20分鐘左右 每粒食藥大約5至10分鐘 視乎你食藥的難度 所以你的過程大約半小時 至9個小時左右 之前全都請 Ext содерж 加入 hal2005至10分 下回來 或是一瓶的照準